2022年8月中旬时 美国太空新闻撰写了一篇 关于中国飞行器的新闻 这篇文章介绍了 美国太空军第18防御部队 对我国飞行器跟踪的数据 可以说描述的非常的详细 它不仅明确指出了 中国这艘飞行器是可重复的航天飞机 而且呢还公布了很多细节 比如它在某天发射 在多高的轨道上运行 运行了多长时间 甚至连它旁边有两颗检查卫星半飞 都描述的非常的清楚 甚至呢还贴心的给这枚飞行器 带上了一个编号5357 这还没有完 为了增加可信度 这篇文章还配上了 中国发射场所的地图 将我们发射场的结构 清楚的展现了出来 要知道呢 2022年8月中旬时 中国的确发射了一颗 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但是我们自己透露的信息 都非常的少 只有新华社的媒体 简短的一句话 九旬中心发射了一枚 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那正因为信息很少 除了自身的航天迷之外 普通人很难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 只能调侃地说 字数越少 事情越大 那也就是说 我们航天官方采取了 一定的保密措施 但是老美的第18太空防御部队 取得的情报却非常的多 大家好我是大黄 说到这个事呢 我就回想起了 1776年 乔治华盛顿发表独立宣言的时候 曾经把自由权 设为不可剥夺的权利 列入开国文书当中 但是讽刺的是 在随后的200年时间里 全世界乃至美国公民的自由 全都被美国监控网所染指了 无一例外 那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美国是如何对世界各国 进行全方位系统化揭持的 尤其是他们如何实现了 对我们的航天跟踪 这又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视频呢比较长 我希望你能耐心的看完 因为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或许你中的案件 远比你想象的要多的多 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简单的来说一说 开篇的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老本太空中心新闻当中的照片 确实不是他们自己的卫星拍到的 而是欧洲哨宾二号的卫星拍到的 那哨宾二号呢 搭载了高分辨的光学仪器 可以在空中拍出比较清晰的照片 老美的太空新闻网站呢 就采用了他们拍的照片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老美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们就拿这个美国18太空防御部队来说 这支太空监视部队 地属于美国太空司令部 主要负责的呢 就是太空监视网络的光学部分 他们手上不仅有可移动的光学监视系统 还有建在毛衣岛上的太空监视综合体 并且在全球其他地区 还有另外四个站点 可以对地球外部的人造航天器 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控 那除此之外呢 老美的商业航天也有这样的功能 2022年5月份 Maxer公司就曾经对我国的003航母船屋 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拍摄 什么时候出屋 什么时候清空船屋 什么时候拆除了船务作业装置 都拍得一清二楚 那国外媒体呢 就根据Maxer公司提供的商业卫星照片 推测了我国的003航母 即将下水的消息 即在2022年8月6日的时候 美国的在线媒体The Drive 也发布过类似的照片 他们根据商业卫星拍摄的照片 指出了罗布泊地区的一个机场 很有可能就是空天飞机降落的机场 而实际上现代的卫星和光学仪器都非常的发达 每个国家事实上其实都有类似的系统 但是相较起来 美国的监视系统却更加的完善和先进 既他们既有自己自身的监视系统 也有其他国家和商业公司的提供的资源 这是因为老美的监视系统已经发展了70多年 它包括了网络地机海机天机空机预警和监视等系统 然后他们还互相配合 甚至国家和国家 国家和企业之间还可以相互协调 那说到美国监视全球的历史 我们就需要一起回到美国的建国初期 那时候的美国远离欧亚大陆 太平洋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屏障 周围没有强国 所以美国可以一边搞发展 闲暇的时候还可以对他们的立国之本 公民自由权进行保护和强化 那1792年的时候 宪法第四修正案就通过了 简单的来说就是保障公民的隐私权 言论自由 但是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 从欧洲到亚洲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先后61个国家和地区 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了战争 那原本孤险于海外的美国 也被拖入了战火之中 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局就选了 截取国际情报 来第一时间掌控轴心国的军事动向 那等到二战结束之后呢 美国又与当时的盟友苏联走向了决裂 进入冷战时期 那不管是出于美国的国家战略调整 还是出于抵抗苏联特工的需要 都迫使美国必须建立一个高效的情报体系 所以冷战开始时呢 美国也同步通过了国家安全法 并且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永久的中央情报机构 中央情报局经常拆看公民的邮件 偷闯公民的住宅办公室去复印 或者盗取他们的个人资料 或者商业机密 那除了忙着监控本国的公民之外呢 他们还在监控全世界 只是碍于当时的科技发展 只靠一国的力量 是做不到监控全世界的 因此呢 美国就开始联合起 加澳西英的情报机构 也就是建立起了五眼联盟 组建了一个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 全球大型监听系统 梯队系统 加拿大呢 就负责苏联的北极地区 澳大利亚呢 就负责中国的南部和印度 新西兰呢 则负责太平洋 那英国啊 就主要负责苏联的乌拉尔山以西 非洲和欧洲 那至于美国自己呢 则负责监控中国北部 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还有苏联的亚洲部分和拉美 这个大名鼎鼎的梯队系统啊 在全球至少建立起了 七处大规模的监听基地 这些绝密的基地内的监听站呢 环环相扣 可以窃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收发的电话电报和传着 以及包括短波民用航空和航海 通信站内的各种无线电信号 整个踢队系统的监听设备和建设资金 全都用美国来提供 那通过这些设备啊 美国的情报机构组建起了一张 监听全世界的网络 而在这之后呢 美国又对它的全球监听系统 进行了逐步的升级 在这里 太空监视就是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那老美是如何实现对卫星的监视 又是如何实现实施监视我们的卫星的呢 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 实际上各国航天器的发射 几乎都是公开的 因为每一个航天器都有两个自己的身份证 一个呢是国际卫星识别符号COSPID 另外一个是卫星目录讯号 其中呢国际卫星识别号呢 是用来秘密和标识人造卫星的 那1958年的时候啊 由于人造卫星的发展 国际社会担心卫星发射的太多了 就会污染太空环境 影响科学家对太空的探索 并且呢还会造成卫星碰撞等等原因 所以就成立了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 当然这是表面的原因 实际真实的原因 大家呢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总之国际空研委成立之后呢 就颁布了一系列的规定来约束各国卫星 其中就是建立国际卫星识别符号 意思就是发射的每颗人造卫星 都需要进行报备 然后国际空研委呢 就会给它一个COSPA ID 那各国呢只要通过这个编号 就可以查到该航天器的各种信息 那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种国际的惯例 当然目前编号的工作 是由老美的NASA管辖的 国家太空科学数据中心 也就是NSSDC来管理的 也就是我国发射的航天器 虽然进行了保密 但是一些轨道等技术信息 还是会被记录在身份证号上 比如它的COSPA ID是2022-093A 前面四个数字呢 就是发射的年份 那后面的三位数 则是当年发射的排序 字母则是脱离发射器的顺序 除此之外呢 还有长额五号的COSPA ID是2020-087A 天河核心舱的COSPA ID是2021-035A 实际上呢除了国际卫星识别符号之外 卫星目录序号也是老美在管理的 那它的全称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目录序号 也就是NORAD 而且两者建立的年份和识别内容 其实都很相似 区别就在于 一个呢是由国际性组织创立 授权给NASA来管理的 一个呢是由老美的太空司令部来管理的 比如长额五号的卫星目录序号呢是MORAD47097 天河核心舱的是48274 问天实验舱呢是53239 而这次我们的航天飞机在老美那儿的编号呢就是5357 那么这里你可能会问了 老美为什么要建立两套相似的数据库呢 答案就是啊 这里面其实藏着他们监控各个卫星的秘密 这里呢我们还要从他们为何要建立卫星目录序号说起 上个世纪50年代末 美苏呢正处于太空争霸的初期 苏联首先发射了人造卫星一号 老美呢就担心苏联将他们用作军事用途 所以呢就希望建立一个可以长期观测和监测卫星的跟踪系统 那当时的老美呢 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个卫星跟踪网络迷你轨道 不过这个跟踪网络的性能啊比较差 监控卫星的范围呢也比较小 只能监控在国际卫星识别符号上的卫星 那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轨道走的卫星呢 跟踪就会出现断断续续 但是啊苏联为了不让老美来监视 更多的时候呢就选择不遵守国际管理 所以啊老美被逼无奈就只能升级跟踪系统 所以在1957年的时候 两位德籍的美国天文学家呢就临危受命了 创立了太空轨道计划 最后四年的时间里呢 他们不断的扩建团队 研究卫星军事监视的技术和设备 来监视以苏联为首的卫星群 那在这里高性能的雷达 光学望远镜 无线电和摄像机等传感器呢就相继诞生了 比如著名的贝克弄卫星跟踪摄像机 商业雷达 太空监视望远镜等等 而他们的团队呢也越来越被重视 先后成立了496L电子支持系统项目办公室 和国家太空监视控制中心 可以监视的导弹 人造卫星和碎片呢等越来越多 那到1961年呢 太空轨道监控系统逐渐成熟 美国空军呢就决定将它投入使用 卫星数据多了 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监视困难 所以他们对每个追踪监视的人造航天器 都赋予了一个特殊的编号 这个编号也就是北美航空司令部目录续号 一个比国际卫星识别符号信息更加齐全的代号 那至今啊编号已经超过了5万个以上 这些庞大的目录号呢 就是老美监控网络的核心 围绕着这个目录 他们建立了地机天机海机空机乃至通讯网络等系统 对其他国家进行监视 而且技术一代比一代先进 1982年老美空军呢又建立起了空军太空司令部 将太空的战略地位提高到跟海陆空一样 2019年时特朗普呢 又将它独立出来单独组建了美国太空军 至今为止他们在太空这一块已经是系统性的监视了 比如太空监测项目 它在全球30多个地面雷达以及数颗轨道卫星组成 后来老美太空部队又提出了新的规划 将它扩展到了135颗低轨道地球卫星和16颗中轨道地球卫星 这些系统里呢又分成了很多的子系统 以地面为主的太空为来 地面电光升空监视 以太空为主的地面感知计划 天空预警系统等等 那就说地面的好了 它主要呢是从地面来观测卫星和航天器的 其中太空为来是以雷达系统为主 可以跟踪比较小型的物体 像卫星和航天器碎片啊都是可以的 每天可以进行百万次的监测 那这呢就是老美太空监视网络的主要信息收集系统之一 而空间望远镜呢不只是单个的望远镜 还是一个望远镜的系统 作为单个望远镜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和灵敏度都很高 以在升空中探测识别和跟踪物体为主 而当它是一个系统的时候 它就可以根据捕捉到的信息 精准的推断物体的运动轨迹 另外地基光电升空监视也是一种空间的望远镜 但是呢它加入了摄像机 它可以看到比人眼所能观测到的暗一万倍的物体 以上几种还是空间监视的地基部分 而天基的部分呢则要更多 比如中段的太空实验 1986年的时候呢 老美国防部就发射了一颗太空中轨道地球卫星 它携带了红外望远镜和光谱仪 可以收集光谱信息 用来识别和跟踪飞行途中的弹道导弹 那2010年的时候呢 这枚试验卫星的任务完成了 由老美的探路卫星来取代 那这个探路者卫星 这是他们太空监视当中的天机部门 天机太空监视 不单单只有探路者卫星 还有很多很多的卫星 它们共同组成的一项就叫做 地球同步空间态势感知计划 这些卫星大部分呢 都位于较高的地球静止轨道 当有任务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对其他卫星展开监视干扰 甚至捕捉等太空破坏活动 而且呢 是那种可以频繁变轨 然后靠近别的卫星 实现近距离观察的 那这一切 当然它们是在暗中进行的 只是它们虽然想隐瞒 但是随着事情做的越来越多 总是会露出马脚的 2014年的时候呢 老美的太空司令部负责人 约翰海滕呢 就被迫承认美军可以监视 轨道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那我国的卫星啊 就有过类似的遭遇 2021年10月的时候呢 老美的一颗秘密卫星 美国271就偷偷靠近了 中国的实际20号卫星 实际20号卫星啊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呢 它是中国所有卫星里面 重量和技术都能够排在前三位置的 这样大家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老美要监视我们的卫星了吧 当时呢 美国271靠近实践20卫星的时候 就一直在平行扮飞 后来呢 我们及时发现迅速将卫星移走了 那2021年12月的时候呢 老美又顾忌重视 美国270卫星再次靠近实践12号两颗卫星 结果被我们的卫星反向机动躲避 那后来老美的太空专家就直接曝光说 他们在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监视地球静止轨道 在上面布置了非常多的战略卫星 有通讯电子侦察导弹预警等等 那当然有些没有曝光的我们根本不知道 比如美国国防支援计划卫星 它有5颗静止轨道卫星组成 只要3颗就可以侦察全球的导弹发射情况 一般呢最晚也可以提前半个小时知道 而国防支援计划只是老美天机预警系统当中的一部分而已 除了它之外呢 还有天机红外系统 空间跟踪与监视系统等等 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由高低轨结合的卫星星座 具有预警跟踪和识别功能 可以说是全球最先进的监视系统 但是这还没有完 我们上面说了 他们的先进和隐蔽不是体现在单独上面的 而是一整个生态 可以国与国合作 也可以与商业公司合作 国家与国家之间我们就不用说了 比如上面我们说到的五眼联盟就是例子 那还有呢 就是和商业航天乃至科技公司达到监视全球的目的 老美与科技公司的合作 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比如通信网络监视 就可以利用电缆路由器等通信设备对重点单位进行监视 网络方面的案例呢也比较多 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冷静门 之前我们也分享过 在2013年的时候 斯诺登就曾经爆料了 老美国家安全局 从2007年开始通过斯科路由器以及其他科技巨头 监控世界各国的网络和电脑 那后来华为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供应商 打破了由西方主导的电信网络基础设施行业的格局 当然类似的网络监控还有很多 比如德国监听门 雅虎后门 绝密电子监听计划 水门事件 丹麦电缆事件等等 都是老美一手策划的监听事件 而在卫星发射的网络监听案也有很多 那有了这个 他们就有了预见性 就可以了解很多的机密 包括一些航天项目 而老美与商业航天的合作就非常多了 2000年之后呢 老美NASA的工作重点就是聚焦在科学研究和深空探索等领域 因此他们先后颁布了国家航天运输法案和美国国家航天法案两部法律 将一些项目进行外包 那2005年的时候 NASA就正式成立了商业船员与货物项目办公室 以公开招票的形式呢 向商业航天企业发布了任务 并且呢采购了相关的服务 一大批的商业航天公司都在这些年里诞生了 但是这些所谓的民间商业公司的背后 其实都有老美NASA的影子 比如马斯克的SpaceX 贝索斯的蓝色起源等等 他们在获得NASA的大额合同之后 也承担着老美一部分的情报工作 比如2022年6月份 美国国家侦查办公室就公布了 他们与黑色天公Black Sky Maxer和Planet Labs三家商业航空公司 达成了一份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合同 老美军队的情报机构 就将从这些商业公司里面购买 他们卫星的拍摄数据 那这个Maxer公司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 曾经对我国的003航母船务 进行了长时间跟踪拍摄的公司 从而推断出了我国航母下水的时间 那在更早之前 比如2021年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专家 就利用Planet Lab公司的商业卫星图像 将我国甘肃郁门的风电厂 炒作成了大规模的核电发射机 并在纽约时报上撰文 指责我国大规模的扩张核武器装备 那此次外国网友推测 我们绝密航天器降落的地点 同样是依靠这家Planet Lab公司 提供的卫星图像 Planet Lab向他们提供了 我们罗布泊地区的军用机场 前后两次发射了任务的对比图片 那这些商业航天公司 一直都把镜头对准了 我们的军事设施重要的科研单位 而美国情报机构呢 则是通过所谓的商业合作 又能光明正大的 从这些公司获得数据 这其实就是美国打着民用 商业的名头 实施军方民间相互配合的 全方位系统性的监控 那从上面 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了 美国的监视手段 已经是无孔不入了 那对此 我们有什么反制手段呢 其实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美国监视帝国的本质 我们自然也就做了很多的应对 首先就是扶持国内的通讯 互联网公司 将最重要的数据安全 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比如在之前我们的视频里 说过的选人计划 就是之一 那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呢 我们还会坚决使用 华为中兴等国产的网络设备 对于国外的科技公司 我们也会要求 他们将宝贵的数据保留在中国 而对于太空中盯着我们的眼睛呢 我们也会见招拆招 部分先进设备 我们通过提高机动性 来规避卫星的窥视 比如之前发射的空电飞机 就具有大气层内的机动能力 能够自主的选择降落的地点 让卫星监视的难度呢 极大的进行提升 比如东风系列导弹 我们把导弹搬上了移动式的发射车 大大的提高了导弹的机动性 加大卫星捕捉信号的难度 那对于那些体积庞大 无法移动的设备呢 我们则是采取了遮盖 隐蔽等手段 隔绝窥视 比如003航母下水时 船上还搭着几个大棚 目的其实就是对船上的 先进设备进行掩盖 当然 这些都是被动防御性质的手段 我们也有主动出击的方法 比如说呢 2022年1月份的时候 一家美国的商业航天公司 在监视太空中的航天器的时候 就发射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中国的10件21号卫星 将地球同步轨道上 一颗已经报废的北的卫星 拖到了更远的坟墓轨道上 当了一回太空清洁工 并且呢 10件21号卫星在任务完成后 还自发的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上 那这就说明 太空清扫的项目 是可以重复进行的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卫星 图谋不轨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可以实行 及时的反击的 只是面对美国庞大的监视系统呢 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能做的地方 那我相信我们的科研人员 我们的国家也会做出更多的努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 美国监视这个事情啊 其实很多人都感觉离我们自己挺远的 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 情报收集除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之外 是不是也可以被当做一个武器 去间接或者直接的控制任何的人 你想象一个场景 如果有人突然知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去威胁你干一件小事 那你妥协的概率有多大呢 那等你妥协了这些小事之后 他再进一步的去威胁你 做一些更大的事情 你还会同意吗 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有点像裸带的套路 那万一如果你是一个总裁 科学家或者是一个政要呢 就算你真的一身正气 没有任何的把柄可抓 他是不是也可以基于对你的了解 进行诱导或者暗示 并不血认的达成一场颜色革命 这想想其实非常的恐怖 而回过头来说 这一切又是如此的讽刺 对于最热爱 并且最热衷于宣扬自由的国家 美国来说 他们却要牺牲全世界 乃至本国公民的自由权 来达到情报收集的目的 来作为世界的霸权宝座 那对于这个反差感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是大黄 对于以上的问题 欢迎你在评论区 跟我们一起共同探讨 订阅我 了解更多中国故事